更多的全球现场新闻我们交给真容 好的 早安 前后现场时间 我们持续带您来关心的是在广东的佛山地区 昨天遭到龙卷风的侵袭 这就是现场的最新画面 这狂风把铁皮卷到空中 甚至还出现像是这样子的火花爆炸 画面真的是很触目惊心 而且更造成多个村庄大停电 因龙卷风造成电缸断裂 另有一些厂房的铁皮等异物挂在设备上 现场我们已经全力组织开展 故障的检查和抢修服电工作 龙卷风袭击之下 把物品给卷到空中飘散 掉落的时候还险些砸到行人 强风更是把电线杆给吹断了 造成大停电 而陆树也被拦腰吹断 压毁一旁的车辆 不过比较幸运的是 目前是没有造成更多的伤亡 而在看到的法国北部诺曼地的地区 有一处沙滩的19号 也是受到强风给吹袭 强风把沙子全都吹到空中 导致这能见度瞬间变低 而游客也增相逃离 当局表示强风至少造成一死五伤 其中的这名死者 当时是到海边来冲浪 而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个沙滩上突然是吹起了强风 卷起大量的沙尘还有垃圾 强风吹到游客走都走不动 更是有民众原本是在街边 享用他们的咖啡 但是遇上了强风来搅局 只得暂时走进屋内避难 当地媒体表示 这是一场小型龙准风导致的灾害 而值得来关注的是 美国现在正面临通膨恶化的危机 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 19号接受ABC新闻专访的时候 坦承美国经济正在放缓当中 而美国从川普政府实习到现在 实施大部分对中国大陆 报复性的关税 他认为说已经是失去了战略目的 他表示拜登总统现在 重新的审查这些关税 希望可以降低美国的同胞 Well, President Biden is reviewing tariff policy toward China He inherited a set of tariffs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any of which were put on his retaliation for China's failure to respond to abuses that were uncovered in a 301 investigation 我们都认识中国在一种不正乎的交易行为 它是重要的 但我们的投资金额 有些没有政治的目的 而为购买的货币 再来看到的是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 周日登场多间民调公司的预测显示 总统马克宏的同在联盟 渴望获得200到260个席位 低于议会所需的289个席位 而左翼联盟表现优异 将会成为国会的第二势力 至于极右派所获得的席次 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这将成为马克宏第二任期 带来的重大打击 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说 这接触所有的温和派的政党 争取在国会的国民议会当中 可以获得多数的席次 而谁会关注的是 俄乌交战现在已经将近4个多月了 而俄军持续是轰炸乌东盾巴斯地区 乌军表示 俄军可能会切断他们的前线补给站 那么在乌东的北盾内刺客 这边可能会面临四面楚歌 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说 乌军现在死伤很惨重 被迫派新手上场 另外乌克兰国会现在通过两项新法 将会严格限制的是俄罗斯的书籍 还有音乐发行 显示要进一步的去俄罗斯化 俄军持续猛烈轰炸乌东盾巴斯地区 一个城镇的燃料库 遭到三枚俄罗斯飞弹攻击 造成一死两伤 卢干斯克州州长表示 俄军除了24小时炮轰之外 还将切断后援补给道路来进行包围 因此将面临四面楚歌 他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而前往乌克兰南部前线视察的 乌国总统泽伦斯基回到基辅之后 发布影片表示绝对不会让出领土 俄罗斯方面则是大肆宣扬战国 宣称在尼古拉耶夫摧毁西方 提供乌克兰的10座M777榴弹炮 和多达20辆军车 俄国国防部还发布了一段影片 显示俄军出动卡52直升机向乌军阵地实施 低空空袭 火弹箭不断朝乌军的阵地打击 俄方宣称共有160多名亚树营分子 因为空袭上升 俄罗斯发言人表示乌军死伤严重到 必须让训练不足的士兵上场 另外乌克兰国会周日投票通过两项 对俄罗斯书籍还有音乐 施加严格限制的法案 新法是乌克兰为了摆脱莫斯科 数百年统治留下的政治遗产 所做的努力 显示乌克兰将更进一步的去俄罗斯化 记者综合报道 好 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 我们旺旺雪神的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概有8平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 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 80ml的容量的雾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能够买得到